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边请我们老军长跟我们说说心里话 好不好 好 今天我于成万是要把心里话全都讲出来 据我所知 刘邓大军为了接昆明之围 已经由贵州四川杀了过来 请问 我们的第二十六军 是他们的对手吗 请问 新上任的彭郡长 你比宋西连将军还会打仗吗 这话怎么说啊 好说 二十六军与宋西连将军的两个兵团相比 哪个实力更强呢 当然他们实力更强 可他们呢 仅仅仅打了四十九天 不仅全军覆没 而且就连 宋西连将军也当了共军的俘虏 今天 我只想问大家一句话 现在我们是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大功臣陈明仁将军的路呢 还是当下一个被俘虏的宋西连将军呢 老军长 把话挑明了 你说我们二十六军该走哪条路呢 走陈明仁将军和平起义之路 我还不想伤心 我怎么能够调达 我让他们很害怕 不 彭军长 看来你是要走宋西连将军的路了 我是说 应该向唐瑶副司令支挥一声 你有权把我的意见报告堂尧 可流动大军就要逼近昆明 二十六军的上万名弟兄该怎么办 老军长 那你理解了 为了对全体将士的生命负责 先撤回我们二十六军的大本营 开远 一两 对 老军长 我们听你的 老军长 我们听你的 对 老军长 我们是打破刘邓大军的 对 既然打破刘邓大军 老军长 你说我们何时撤兵 愉快从速 今晚就撤 松话说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余成万仅被卢瀚扣了几天 他就倒戈了 汤副司令 你现在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李弥将军拉着第八军去颠西的目的 也昭然若接了吧 看 你就说咱们该怎么办 在余成万的蛊惑下 第二十六军彻为昆明 或第八军无论如何是孤场难鸣 对 必须撤围 可我们去什么地方呢 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 向第二十六军的驻地撤去 大军的驻地撤去 怎么办 我先把你撤去 我先把你撤去 你把你撤去 我跟他手 都偷了 他也要撤去 你撤去 他也要撤去 你撤去 我撤去 你撤去 这些向台湾老头子发报 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 任命于成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这样既可以化解你们新老军长的矛盾 又安抚了他们二人失落的心 对 不 流动大军派第十七军车运取境 想抄我们第八军的后路 汤副司令 赶快下令第八军撤围昆明 向开园转移 好 炒米汤开水 马汤叮叮香 那份盐 马汤叮叮香 马汤叮叮香 草米汤开水 大蒋药 草原 来草原 来草原 二位客官 流不流不 来来 进去吃碗草原 你们是我今天第一波客人 我只送你们两个一班里去 好不好 好 来 给我们美人来两碗草原 两碗 美不得两碗 我信 你问问我们这个老板 有的 老板 我跟你们说 自从来过嘉评院长跑了以后 我都再也没有看过像你们二位哪个大的老板 很会说话的老板娘 我是当家不管钱的老板 他妈 李氏关钱李女当家 对不对 没错 老板娘 赶快给我们上赖汤圆 要不然我们到其他铺面去 关钱李女当家 千万不要走 千万不要走 我马上就给你们两个上赖汤圆 马上 马上 花子花生 洋河洋面 草米汤开水 老赵长洋面 人场 杨刚山 洋面先 来 赖汤圆来喽 来 来 二十多年喽 没有吃到这么正宗的赖汤圆了 我都快三十年了 也没吃这么地道的 赖唐园了 你们两位老板 一个人是二十年 一个人是将近三十年 你们两个肯定是在外头做大生意的老板了 没错 赚了好多钱 那是当然 不过离解放权人类还差得远 解放权人类 老板 老板 老板娘 不用怕 有我们这个老板在 谁都不敢欺负你 不要怕 你先躲到后面去 好 二位厨长 邓这位 刘思雯 我们想到郊外轻松吃顿赖汤圆都不行 来来来 先坐下 一起吃 然后再回去谈工作 不行啊 我收到了几个大好的消息 那就先说后吃 讲 我是边吃边听 即范绍增率国民党国防部挺进军四万余人 在大竹 渠县等地区起义之后 前夕北隋境区独三十三个团 在贵州省星人起义 国民党军川西区第八总队司令 罗文山率四个团起义 国民党川厄边区隋境公署副主任 董宋恒 第十六兵团副司令 曾苏元率六万余人 在四川的十方起义 停 我最关心的是 昆明保卫战的情况怎么样了 据卢汉电告 自敌第二十六军南撤之后 汤瑶亲自下命令 敌第八军迅速难撤 昆明基本解围了 好啊 立即电领杨勇苏振华二同志 迅速占领宣威 詹义 许敬等地 成都方面 既顾祝同飞离成都之后 杨森 孙震等人也同机飞往台湾 临行前 杨森没有见到儿子杨汉烈 留书信一封 要杨汉烈率二十军 光荣起义 电告贺龙 立即派人联系杨汉烈 要他率二十军起义 蔡处长 还有什么最新的情报吗 据来自内线的可靠报告 胡宗南近期将在新京召开军事会议 嗯 电告内线同志 一定要及时报告这次军事会议的情况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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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好 你这位刚上任不久的王总司令 看着这块牌子有何感想啊 哎 郭先生 你是哪壶不开 专提哪壶啊你 嗯 有何指教啊 我是奉命转告阁下 你这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就不要当了吧 你奉何人之名 你知道吗 胡宗南就要在新京为他逃跑召开军事会议了 知道 胡宗南都要逃跑了 你挂这个牌子还有何用啊 快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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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朋友朱总司令 千年你的前途 给你写来了这封信 何去何从 请给朱总司令一个答复吧 请你转告豫杰兄 我现在就起义 王老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啊 二位是去新京参加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吧 是啊 王司令 您不是也是与会者吗 我 我说 王老 您什么意思啊 老了 给胡宗南当替死鬼不值啊 陈将军 你看我们二人 这些人 先听听胡宗南说些什么 然后再做决定吧 嗯 来吧 同人们 根据昨天的通报 杨永和杜以德统一指挥的共军第三第五兵团 共五个军的兵力 从南边向我成都押来 赫龙所部第十八兵团 也从北线加速向安线 绵阳 罗江三台中江一线集结 据刚刚收到的通报 共军赫龙所部 已于昨天夜里 近战绵阳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 大家都是历经沙场的老将 谁都清楚 我们面对的是 共军南北夹击的烈士 再打下去 就会全军覆没 同人们 面对这样残酷的局面 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 为党国尽忠 拼死疆场 第二 向共军投降 第三 拼死突出崇尾 为党国复兴 保留生力军 警委做批准 我们采取的是第三条路 拼死突出崇尾 下面 请罗列参谋长 下达突围的命令 是 我第五兵团 第一 第三 第三十六军 及第二十四师 有兵团司令 李文将军率领 向西昌前进 是 我第十八兵团 第九十 第六十五军 有兵团司令 李震将军率领 奋力向云南昭通方向前进 是 我第七兵团之日 第七十六 第十七军 由兵团司令 裴超会将军率领 向贵州 闲宁方向前进 是 我第十五兵团 统一指挥 第二十兵团所属 第七十九 第一二七 第二十军等部 由楼广文 陈克飞二位将军 统一指挥 先由成都向东 而后转向贵州毕解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胡长官之势 国军各部统一二十三日二十二时行动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再补充一句 各位将军 我胡某拜托了 祝大家奋力杀敌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喂 电话怎么没人接 罗司令 这胡长官电话怎么打不通 我们的这位胡长官已于今晨七十从广汉坐飞机逃跑了 真的 千证万确 他跟他的亲信罗列参谋长一起走的 不过 台司令官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钉在我们头上指挥我们的上司 都飞走了 就剩下我们两个替死鬼 现在 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 昨天在总部 我就看出这位胡长官的真实用心了 可没想到 他会逃跑 他是在用我们向东挺进的牺牲作为代价 换取他的嫡系 向西昌逃跑的安全 真是无耻之急 无耻 陈司令官 你说吧 我们该怎么办 柳文辉 等西侯 潘文华不是已经通电起义了吗 我看 我们可以向他们靠拢 走他们的路 我同意 那跟那边有联系吗 有 你跟中共那边有什么关系吗 他 你 同时 我跟邓西侯潘文华他们也有关系 如果二位司令官同意起义 我马上就可以联系贺龙将军 好 同志们 在蒋介石逃跑前后 导致了云南 贵州 四川 西康的起义 而后顾祝同的逃跑 又引发了国民党军 从心理上的全面崩溃 这次胡宗南的逃跑 必然会引起困守在 成都周边的国民党军相继起义 王转旭率四万两千所部起义 罗广文率提十五兵团 陈克飞率二十兵团的起义 就是明正 十五兵团了 实际上 就剩下胡宗南三个主力兵团了 一个是裴昌会的第七兵团 一个是李震的第十八兵团 还有一个 就是李文的第五兵团 从某主意义上说 胡宗南这三个兵团解决了 我们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就基本结束了 为此 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统一看法 尽快解决这三个兵团 我个人认为 胡宗南的三个兵团 唯有第五兵团最有战斗力 兵团司令李文 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与胡宗南的关系最密切 思想也最顽固 因此 第五兵团不到山穷水进的时候 是绝不会投降或起义的 所以 我们应立足于打 我赞成 胡宗南部署李文的第五兵团 向西康逃跑 就是有意要保全他 最核心的军事力量 关于十八兵团司令长官李振 他早跟我们有联系 其中叶锦英同志 一直做他的工作 你们还不知道吧 叶老总曾是李振的上级 当年叶老总当排长 李振是他这个排的一个班长 有建于此 李振的起义还是有可能的 好 这件事就由景全同志负责了 好的 我来说说 敌第七兵团司令赔偿会 他不仅一直和我们有联系 而且还早有起义的打算 只是胡宗南控制很严 未能变为行动 实际上胡宗南业已逃离了成都 我认为可立即策动他棋 我看这件事情就由药邦统治负责吧 请接 李先生 陪司令 等着急了吧 我不是等急了 我是快等风了 快告诉我 叶总部的领导对我 快请坐 好 请坐 叶总部的领导有什么指示 根据目前的情况 解放军进展神速 又在成都的国军都行将崩溃 还望裴将军抓紧时间 最好再得养起义 好 太好了 不过近半年以来 我有赋予你们的重托 先是在奉献准备起义 后来又准备在广园间隔起义 都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工作 而失去了机会啊 这次由于形势所迫 我这好像是被动起义一样 不要这样嘛 总部首长对你的困难 还是充分理解的 再说了 革命也不分先后嘛 那就请转答 我陪某人的谢意吧 对了 请李先生先审阅一下 这是我 撑给毛泽东主席 朱德总司令的起义通电 看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这可是裴将军的用心之作 我不能审阅 但是我可以代为转发 那就按你说的办 裴将军来了 裴将军 我代表第十八兵团首长 欢迎你的议局啊 谢谢 胡主任 这是我第七兵团的各部态势图 和兵团人马 武器弹药 装备器材等 详细统计表册 请 查书 裴将军 你太客气了 我们坐下吧 请 今天晚上我的来议是 一 慰问你们起义部队 再就是 看看你们有什么困难 我们没有什么困难 只是觉得自己 在秦岭 广元 剑阁 三次起义未成 我有赋予解放军对我的期望 不要再做检讨了 现在你率部起义了 没有失信 而且也实现了你的愿望 这很好嘛 谢谢胡主任 裴将军 听说我们的贺老总 跟你早就认识了 是啊 抗战初期 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时 我们就认识了 你不认识了 陪将军 老朋友没想到我们在这里重逢 贺将军 说来惭愧 惭愧 不要这样说 我把话说清楚 在战场上打死人 那不算血战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政委李景全同志 贺将军 欢迎 你们的上司胡宗南真是个草包 我给他奉献你们他一个人飞跑了 是啊 贺将军 请 贺将军 你在川山公路两侧还有那么多的部队 你对他们有没有把握 要说绝对把握 这很难讲 不过 暗于大势所趋 我看 不会有什么异动 那就好 我再向你通报一个惊人的消息 到今天 也就是1949年12月27日 胡宗南的军事集团被我们彻底的见面了 那 李文的第五兵团等七个军 也完了 完了 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的压力和争取下 昨天12月26日 杨森的二公子杨汉烈率二十军在金塘起义 所谓的川西决战彻底结束了 天意 天意 要我说是仁义 仁义 是仁义 不管他是天意还是仁义 我们不下结论 说说看 跑到台湾去的江委员长 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我看 就不用去猜想他喽 九十万军队 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灰飞烟灭了 胡宗南的三个主力兵团 为什么仅仅七天 就不复存在 就说国军的主力 李文的第五兵团 为什么也只和共军打了两天 就全军覆灭 父亲 顾总长到了 总裁 参谋总长 你告诉我 为什么只有两天的时间 第五兵团等七个军 还有兵团司令李文以下的五万余人马 全部投降了共军呢 你应该知道 第一军是我在二十五年前一手创建的 我带着他们 我带着他们东正北发 抗战 讨斥 打过无数的大仗 恶仗 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和共军 九首了两天 他们就全军 你怎么不回答我 总裁 国军失败有各种原因 但直接的原因 是胡宗南不辞而别 造成国军 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因此各兵团司令 各军军长师长 也就纷纷效仿 几十万国军就 先后向共军投降了 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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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我已经向您汇报过了 他离开成都以后 就飞到海南的三亚了 郭某三 在 为什么同意他离开几十万国军 独自去了海南 总裁 我从未批准他离开部队飞往海南的 是他自己决定的 胡宗南 胡宗南 我要去你向上人头 来祭奠三军 郭某三 在 带上我的手艺去海南岛 把胡宗南押回台湾以正军阀 总裁 不可啊 胡说 就是你们这样 以富人之人的治军方式 才是几百万的国军 是几百万人到了今天这一步 父亲 这个时候 您是不是应该考虑 改派别人 接替胡宗南 去西昌作阵指挥呢 末三 那你看该怎么办 总裁 还是令宗南 再回西昌吧 好吧 带上我的亲密信 让胡宗南一定要在西昌 再坚持三个月 是 是 日来忧患 未知尽兮 此时大陆局面 细于西昌一点 而此仅存一点 其得失安危 全在无地一人之身 能否不顾一切 单刀前往 坐镇期间 挽回颓势 速行必成 徘徊 则革命 为之绝望 顾总长 孝掌他一错再错 而且还不认错 不到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呀 西南四省的九十万大军 都复支东流了 现在西昌 还有不到三万五千人吧 我就是有洒斗成兵的本事 也挽回不了颓势啊 宗南 不说这些了 今天 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八日 乘专机飞往西昌 去尽人事吧 顾总长 老头头对西南战事 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 共军的下一步战略意图呢 尚未研究 但是听说 贺龙所部 将于十二月三十 开进成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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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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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逃到台湾去的所有文臣武将 不要再一乡为义客 因为你们故乡的亲人 在思念着你们呀 来 为了所有漂泊在义乡的义客 早日回到故乡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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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干杯 好了 来 孩子们都过来 不放了 来 过来吧 爷爷要教你们一首诗 来 今天过新年了 爷爷教你们一首诗好不好 不好 这首诗当中有鞭炮 谁要是学不好 今天就不能吃咱们凤花老家的过年饭 学不学 来 抱主生中一岁除 抱主生中一岁除 你学不学 春风送寒入图书 春风不暖入图书 你念得最好 奖励你一个炮帐 千门万户同同日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符 总把心桃换旧符 念得好 念得好 好 郭总长 请 好 孩子们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 先去放炮着 一会儿我们吃过年饭 好 来 走 走吧 我们过去玩 走吧 好 好 谢谢 总裁 好 好 处理 先来 走